3.紀錄 歡迎收看健康新知害 給我30分鐘 我給您健康醫生 古人說脊椎為百病之源 脊椎就像是身體的大量 量歪了身體哪會好呢 在壯觀在高大的房子 都有可能分崩摧毀 所以脊椎歪了 可能我們的身體就會百病重生 脊椎跟健康息息相關 有哪一些事或哪一些動作 會傷害我們的脊椎呢 今天我們的專家都會一一的來告訴你們 問你邀請到的專家是護理師郭怡 你好 還有我們的改邪歸證專家俊凱 你好 是 郭怡俊凱 今天我們要來跟觀眾談談的就是脊椎與健康 我們很多人的健康我們都會想到 是因為血壓不好啦什麼 可是很少人去想到脊椎原來也會帶出我們的健康 跟不健康對不對 所以郭怡告訴我們在醫院裡面 其實有很多的疾病是跟脊椎有關係的 其實有很多的慢性病跟脊椎都是息息相關的 但我們照了X光以後 可是因為醫生沒有跟我們一起生活 沒有辦法給我們時時刻刻的一個 提醒 對 但是沒有到一個很嚴重的疾病 沒有辦法到開刀做腹肌 這一塊 身體有些連藥都不會給我們吃 對 醫生不會告訴你說他有多嚴重 因為他不想嚇你 可是我們必須要有一個觀念在自己身體裡面 知識非常的重要 我們的脊椎 跟我們所有的很多的慢性病 都是息息相關的 是 那我們說脊椎是我們身體很重要的一個支撐 到底有多重要 我們的脊椎其實每一位 都像一棟聳立的大樓一樣 那我們的脊椎就好比一棟大樓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 中軸骨 鋼筋量柱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想像今天一旦地震了 哇 對 變成圍樓 那我們的人也是一樣 只要我們一旦有脊椎側彎 其實就像地震後的圍樓一樣 是 所以這真的很重要 那以改鞋規正專家來看 哇 這個脊椎更不得了了對不對 是 正常這個椎體我們是什麼樣的形狀 正常椎體從正面看當然直的 從側面來看 它會有一個生理弧度 會有分為頸椎 胸椎 腰椎 以及肩椎 是 所以其實它從頸椎 胸椎 肩椎 這裡 它這一條這麼長的我們說的脊椎 大概總共有多少節 像頸椎的話 七節 胸椎一到十二 十二節 是 腰椎五節 是 所以總共它就是二十四節 是 脊椎部分 好 然後當然還有尾椎骨 腱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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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這樣一條 我們看看 看似二十四個脊椎的排列 是 從頭頸部一直到腰椎 這樣子一個 我們看也不怎麼地強 這麼 好像不是很粗壯的鋼筋 可是它 確實可以支撐我們整個重量 你看每個人的體重 從小baby一直到大 很成年人的上百 甚至到過重的一百多公斤 所以就靠我們這一條脊椎 在支撐我們的正中心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說脊椎 當然它的外面有肌肉層保護 沒錯 然後胸椎很特別的 又有胸的肋骨保護 所以它這樣子的保護 讓我們的脊椎 可以不受到一些外力的壓迫 那脊椎如果不正 或是脊椎有一些問題產生的時候呢 到底會造成我們身體上一些什麼樣的問題 因為我們以脊椎為中軸 延伸出去的關節 然後一直到末梢 都是一節接著一節 那今天就好比我們來想像一下 包在我們大樓裡的鋼筋兩柱的電線 其實就好比我們身體裡面延伸出去的神經 那電線是這個樣子 源頭一旦斷電 後面沒辦法通電 沒錯 對 所以像我們人體一樣 只要一旦前面神經有受傷 後面很容易產生 刺脹麻痛的一些問題 是 對 所以再另外講 我們的水管 就像我們身體的血管 那如果一旦 血管它遭受到扭曲 遭受到壓迫 就可能造成循環 還有一些血流的一些問題發生 沒錯 所以從頭到腳 我們有脊椎 有血管 有神經 有韌帶 有很多的筋膜 在運作著我們整個人體可以行動自如 所以當我們在身體健康的時候 其實都不會覺得他們存在的重要性 對不對 可是等到你今天 這裡痛 這裡痠的時候 你突然發覺 你的神經有存在 你的脊椎怎麼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很想來看看說 到底脊椎會再衍生出 為什麼我老會腰痠背痛的 那個改邪歸症專家 對 因為一般為什麼會腰痠背痛 主要原因就是姿勢 姿勢 姿勢 真的 因為譬如說習慣駝背的人打電腦 他就會肩膀緊繃 沒錯 甚至手臂的緊繃痠痛 是 所以它從外在體態來看 第一個駝背就是所謂的圓肩 圓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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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衍生而來的 是 所以如果真的我們有時候打電腦 一個姿勢僵在那裡的時候 其實應該要做一下擴胸的運動 對不對 把你這個圓肩往外擴一下 是 真的耶 有時候我們覺得 我自己都覺得 常常腰痠背痛 肩頸痠痛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時候主持 一主持可能一場就要一兩個小時 所以你的姿勢要僵硬在那個地方 我也不能說 那主持到一半我下去走一下 對不對 然後有時候就是真的像 改邪歸症專家說的 我們的肌肉常常會緊繃 為什麼 它外在環境的那個冷熱 也會造成我們的緊繃 內在也會對不對 對 內在的姿勢或者壓力 都會造成肌肉緊繃 壓力好像看不到 看不到 郭怡你看得到你的壓力嗎 我覺得我沒有壓力 可是它無形中就是緊繃的 是 所以這種東西 觀眾看不到 也摸不到的東西是最可怕的 所以我們怎麼樣來在我們的姿勢上面 所以這樣講下來 就是一個體態的一個姿勢不良 長期 會造成我們的脊椎有問題 對 然後衍生到我們的健康開始出現 所以一般你在家都會怎麼做 好好看電視會做得很端正嗎 我都會直挺挺的這樣做 當然很難 真的啊 到人家家有可能做客嘛 不能私了一袋媽媽教的 對 可是在家就是要放鬆不是嗎 所以我們常說有一種殺 馬鈴薯沙發族群 就是整個怎麼樣 就已經沙發融為一體了 那這個其實在俊凱來看是最糟糕 也是他賺錢的族群就對了 這些人一定都會來找他報到對不對 其實最差的姿勢就是半坐半躺 半坐半躺 要嘛就坐好 要嘛就躺著 躺著 喔 所謂半坐半躺 這張圖片給觀眾看一下 什麼叫半坐半躺 是 你看他又側著看手機這樣子更慘了 對不對 是 所以半坐半躺 為什麼對我們的脊椎會有傷害 對 舉例來說因為一般正常我們 久坐原本就是傷腰椎 沒錯 久坐傷腰 但是如果有些人他可能習慣這樣做隻歪斜 對 傾斜的時候 是 他可能就會造成腰部的循環 甚至是說骨盆的歪斜 是 所以整個的你的弧度彎的更大了對不對 是 所以我們說這個腰椎 對 俊凱再拿起來給觀眾看一下 他不是直挺挺的耶 他從側面看 他有彎度 是有一個弧度 對 這樣的弧度 是 所以其實有個小S的形狀 對不對 所以有個彎度 這才是正確的 所以你看看這個沙發 他也做的有一個空隙 所以這樣也不對 這樣是不對 我們的脊椎也是彎的 是 所以背書包的孩子更可憐 我們現在很多家長抗議嘛 孩子的書越讀 越讀 越讀越重 對 然後脊椎 也會產生什麼樣的問題 如果背著重的東西 背著重的東西 第一個駝背 駝背它會引起的就是說 像有些人會容易胸悶 是 容易肩頸的痠痛 甚至說有些人他會容易 胃脹器啊 睡眠障礙 都是跟胸悶 跟那個我們的胸椎會有關係 是 所以護理師在醫院常常會要 衛教很多次 病人這樣子的一個姿勢不良 或是一個 比如說可以用什麼方式 可以來幫他解決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對不對 那也不可能叫孩子把書包 弄少一點啊 因為該帶的書還是要帶去啊 所以有沒有什麼一些 日常生活當中我們知道說 脊椎最怕就是久坐 然後呢怕猛力的一個外力的撞擊 是不是這樣子 沒錯 因為我看到像剛剛 我們之前有舉例的 一個車禍的撞擊 其實會讓我們的脊椎 產生什麼樣的一些問題 脊椎的一個撞擊很容易造成它錯位 錯位一個 位子不對 對 跑掉了 或是說我們說滑脫 有的脊椎滑脫 脊柱滑脫 那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當有這些問題出生的時候 可能當下的撞擊 年輕人可能沒事站起來還可以走路 可是事後慢性的 他會多久之後 會出現一些什麼樣的問題 像 因為一般大概有些人 他可能三個月半年 甚至有些人是一兩年後 他才會覺得說 我的腰怎麼不舒服 但是其實等到不舒服的時候 都已經是中後期了 是 所以呢 脊椎也最怕歪 所以這些知識不良 久坐久卧啊 亂躺的 有的人是像 我們說的 毛骨的 就軟骨的 好像他 沒有脊椎在裡面 為什麼 看到什麼就可以躺 怎麼可以歪 這種人真的是很危險 對不對 所以怎麼樣有 在日常生活當中 養成我們好的習慣 就很重要了 那我們知道說其實 壓迫很重要 我們剛剛說的 這一些脊椎骨 它在正中間 如果它歪了 它會壓到哪些脹氣呢 護理師 其實我們以整個身體來看 就身體構造來看 其實我們就可以很清楚 當我歪斜或者是駝背的地方 是在我們的胸椎的話 一定第一影響的會是我們的心肺功能 呼吸啦 心臟這些 或是一些乳房的代謝之類的 然後包括有很多女孩子 其實男生也是一樣 怎麼瘦 就是受不到肚子 對 為什麼 也有影響 也有影響 有好大部分的原因 是因為它已經有 腰椎內餡的一個問題 哇 所以它等於整個 比如說內餡它凸了 那這個位置空間就少了 空間少了 就變多了 它肉就長在這裡 空間就往前推 對 第二個 裡面所有的一個脹氣 都會受到我們脊椎的一個壓迫 對 空間變小 那我們可以工作的空間 當然就完全受阻 是 所以真的欸 這個脊椎跟健康真的息息相關 我們不可以把它拆開來看 而且它會影響 一個代一個的影響到對不對 那當然我們如果有這些問題的話 就是要來找專家 對不對 那一般啊 在醫院的話 有哪一些科別是可以來看這些的 其實科別的話 一般我們都會看一些神經外科 嗯 神經外科 對 好 那如果脊椎骨的問題的話 也可以找骨科 骨科 骨科 對 好 所以其實還蠻多科別可以看的對不對 那如果說這些醫生可以找到 對症下藥的藥 就是可以找到問題點 我們才能夠去找到 不然有些人他可能看了 比如說神經內科 或是骨科 可是呢 他的點原來不是在那個位置 對 他有時候就會覺得 醫生 你給我的治療 比如說去拉脖子 或幹嘛 怎麼越拉越痛 曾經有很多 是不是有這樣的 你的病人 會這樣跟你組數 而且會來找你 是不是應該也是有很多的治療 他覺得沒有什麼效果 他才會再找其他的一些治療方式 因為一般會來找我們 可能有些是方便性 嗯 因為比如說去醫院要長很久對不對 要長很久 對 所以一般來像我們臨床有一些案例 有些很年輕 二十幾歲而已 他可能是因為 比如說做重訓的知識不正確 就導致說可能去醫院檢查 神經已經有壓迫 造成臼骨神經痛 了解 是 所以做重訓原本是為了要運動 可是沒想到 知識不對 知識不對 力道不好 這會影響到我們的脊椎的問題 所以他本來應該醫生建議他 很嚴重嗎 滑脫嗎 是追肩盤突出 追肩盤突出 所以他在醫院可能就是有做一些電療牽引 可是效果不大是不是 因為應該說他是輔助性的調整 就是說在醫院他有做電療牽引 我們這邊幫他做一些局部的肌肉放鬆 跟伸展 那主要當然還是就是 教導他正確的知識 真的 我覺得知識不良 你看我們一輩子用了他一二十年 二三十年 可是你要讓他短短在復健 一個禮拜以內 就回到很難吧 很難很難 所以有很多人沒有耐心做 為什麼 他會覺得 為什麼我要花這麼長的時間來復健 甚至一個月兩個月的修復 我的脊椎 我的骨頭的問題 我的痠痛問題 還是沒有辦法改善 他們想要快速 其實這是一個觀念對不對 沒錯我真的要講 我覺得有一個觀念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管我們在醫院做了一個什麼樣子的治療 其實居家才是最重要的 真的 這是根本嘛 這是最基本的 所以居家怎麼樣 讓我們每天養成良好的習慣是很重要 還有剛剛俊凱有提到 運動其實是很棒 對脊椎對我們的身體健康各方面都有很棒的 但是要選對運動 對 選對適合我們的運動 所以一般在你們專家來看 什麼樣的運動 兩位可以分享一下 什麼樣的運動你覺得是比較好的 像譬如說瑜伽 皮拉提斯 或者說有些可能做游泳 或是有氧的訓練 運動都不錯對不對 但是如果要做到重訓的話 肌肉訓練 因為有時候肌肉的力量不夠 你應該是讓慢慢的從循序漸進 讓我們的肌肉的力量 先有力 有力了 再去做這些線條的一個訓練 這樣子對不對 因為一般那種會建議說 可能就要找那種一對一的健身教練 教練 然後有人在旁邊看著我們使用這些器具 這樣比較安全 所以千萬不要民眾覺得說 看了電視 這個重訓不錯 就自己在家 練起來了 這樣真的是很糟糕的 那還有就是說 皮 我們會有一個肌肉的過勞症 就是說剛剛俊凱有分享 在做看電腦的時候 其實這個正確的知識應該是怎麼樣 我們現在有廣大的上班族群 我們真的要好好來學一下 什麼叫做正確的體態 對 正確體態的話 可能第一個 我們的醫治 的高度要適中 好 所以我們的手打電腦 很多人打電腦 是這樣打 是標準知識 但是大部分都會前傾 往前 對 往前傾的時候 第一個彎腰駝背 當然就會造成整個上半身的代謝 對 肌肉緊繃 是 再來就是因為久坐的關係 會影響到下肢的像水腫 是 的問題 所以像一般我們建議說可能 坐30分鐘就要起來活動 或者說每天可能一兩個小時就去調整椅子的高度 是 轉換椅子的高度 對 轉換椅子的高度 轉換椅子的高度就可以讓我們的脊椎它的壓力都不會在同一個地方 了解 所以等於是我辦公室的椅子也不能一直定在同一個高度上 是 哇 這也是我第一次聽到 好新鮮對不對 對 所以你可以調這個高度 讓你的脊椎在不同的時間有不同的休息 是 哇 好 那我今天回去就開始 欸 每兩個小時 可能我們起來我們就可以換一個高度 可能這下子低 等一下高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知道說其實還有一種 有時候上班累了 中午午休時間吃飽放回來 我們是不是要補個棉 是 所以護理師我們常常補棉會怎麼做 也沒有床也沒有好的沙發可以讓我們躺 我們就會壓著自己的胸椎 壓迫自己的腰椎 趴著睡 趴著睡 其實好傷喔 是 這個也真的很傷我們的脊椎對不對 是 所以這個會傷到我們整個脊椎的過彎嗎 是太多的 太大的彎度 應該說 維持一個不正確的姿勢過久 當然脊椎的歪斜就會拉扯到肌肉 對 所以以前的人說骨症筋柔 當然我們維持在一個正確體態的話 我們脊椎啊筋膜啊韌帶肌肉 都是承受在最輕的壓力下 是最好的 是 所以像這一個電腦族群 它的往前就錯了 可是往後 我們的腰椎也必須要有支撐 是 所以這時候你會怎麼建議 我們的椅子 或是我們跟真的有縫隙的空隙的時候 要怎麼辦 一般有空隙的話 大部分以前的人說坐板凳三分之一 是 第一個就是坐姿正確坐姿 是坐在坐骨 板凳三分之一 對 坐在前面坐骨 是 或者是整個貼齊 坐到底 坐到後面 坐到後面 貼到後面 OK 就是不能說我們離背部 以背還這麼遠的距離 不要有空隙 扮作扮打 然後就扮作 這是最差的姿勢 看到俊凱的腰椎姿是彎的 所以是馬上壓下去 是 所以真的 這一些生活當中 真的我覺得 像有小朋友的馬國瑜 有 是從小 其實就要把孩子養成一個 好的生活習慣 以他的姿態的習慣 對不對 這很重要 當然我們也提醒我們自己 因為我們從小已經養成了不對的習慣 又方便的形態 剛剛俊凱說的 最不好就是女生最愛翹腳 沒錯 翹腳真的 這個很舒服 可是真的最傷我們哪裡 骨盆 骨盆跟脊椎 對 光一個翹腳的話 它就可能 讓骨盆兩邊高低落差加大 久了以後會歪斜對不對 會有歪斜 再來就是骨盆等於是我們的地基 當地基不穩 脊椎當然會歪斜 喔 是 光是一個骨盆的問題 它可能連身 又帶出太多了 太多的一些 可能像便秘啊 下肢水腫 手腳冰冷 所以就是說 小腹突出 容易驚起不順 是 所以我們看到 這一張圖片 是要告訴我們 腰椎整個的姿勢不對 的一個狀態對不對 是 我也要不要來幫我們看看 這個的話 我們從最右邊這張圖可以看到 如果我們的站姿是對的 以我們中軸骨為中心 它不會有一個 它就是平均的壓力在落下來 那我們再往第二張圖看 當你的頸椎前傾的時候 你的壓力是非常大的 其實我們一個人的脊椎 側邊有沒有歪斜 有一個東西很重要 我們每天的姿勢 地心引力一直在壓迫 例如說我們有一個 腰椎內線的問題的時候 一根筷子 要把它折斷 折斷下去的時候 一定是有缺角的地方先斷 對 人也是一樣 當我們的腰椎 例如腰椎內線的時候 地心引力 上面 胸椎的部分 每天在往下壓 腰椎都一直在承受 這樣子的一個壓力 是 就會造成緊繃 痠痛 神經壓迫這類的一個問題 沒錯 所以正確的姿勢非常的重要 是 所以真的藉著這些圖 來再讓我們 檢視一下我們自己的腰椎 那我們剛剛講到 開車的 有些他的職業是要長途開車的 就跟坐上班族是一樣的 他的這個車的座椅 有沒有空隙幅度 是不是也很重要 然後頭頸部的一個支撐 也對這些開車族的人很重要 對不對 是 是 還有呢 這個講電話 你們會不會有遇到 很喜歡把電話 夾著 夾著 對 如果你手空不出來的時候 是不是會這樣夾 對 這個對我們的肩頸 也是有很大的 對 脊椎也有影響對不對 是的 會造成一些頸部的退化 還有滿情疾病 是 好 既然講了這麼多 怎麼樣保護我們的脊椎 這些會傷害的動作 我們就不要再做了 然後盡量 可以如果真的 在講電話的時候 想到看到我們的節目說 這個是很傷頸的 很傷脊椎的 真的 就把手空出來 然後把電話講完 我們再來做下一階段的事情 對不對 那可不可以告訴我們說 有沒有一些檢查的方式在醫院 像頸椎啊 脖子這些 其實有很多的檢查方式可以做 對不對 對 其實如果從 有一些人真的很嚴重 是肉眼就看得出來 像我們常常在路邊 就看得出來 停摩托車就會看到 有一些人是這樣子 歪的 就是完全是歪的 身體是歪的 但是通常這些人 不會發現自己是歪的的一些狀況 是 真的 所以真的啦 如果來到醫院 我們專業的專家 像護理師啊 醫生一眼就可以看到 他其實有某一些問題的存在 對不對 那像俊凱 你們會有一些 什麼樣的水平儀 不用侵入性的 就可以幫病人讓他自己知道說 原來你就是一個不正的人 對 歪斜的人 不正的人 對 一般可能在水平儀前面做一些檢測 他可以 譬如說他的站姿 兩腳的負重 不平均 因為很多人他會有一些 所謂像長短腳的問題 對 其實就是顯現我們目前的站姿已經不平衡 了解 長短腳 再來就是衍生的就是 像骨盆的歪斜 脊椎的歪斜 跟高地間 是 了解 所以像以前的人說 像脊椎不正啦 就百病重生 百病重生 真的 所以我們就是重點就是 顧好我們的中軸 脊椎骨 所以你也可以幫我們把不正的 喬回去嗎 改鞋歸正的話 就是說 除了一般 除了肌肉的放鬆 伸展之外 重點還是說 客戶他本身的一些衛教 因為改變一定要從自己做習慣 每天一定要從自己做習慣 是 當然如果你願意改鞋歸正 我們的那個改鞋歸正專家 一定會幫我們把我們的脊椎 把我們的整個的體態 調整到最正確的一個狀態 對不對 但是也要我們回去可以維持 不然呢 你這邊的療程大概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吧 對不對 好不容易喬回去百分之五十了 回來大概三十分鐘就可以打掉了 破壞了 對不對 這我們不希望你的生活是這樣周而復始 其實腰椎的一些衍生出來的一些疼痛 我們常聽到 坐骨神經痛 非常多 腰椎 有很多的問題 腰椎坐骨神經痛 椎肩盤壓迫 那導致沒有辦法久站 甚至進而影響到我們的消化系統 吸收代謝 那這一些病人族群 其實你看到他的臉色都是痛苦的 對不對 所以可見得他回了家 他的生活品質也是非常不好 因為這種痠痛嘛 他是無時無刻不存在 沒錯 有時候半夜都會痛醒 痛醒 沒有辦法久睡得好 對 所以就會影響到連帶的失眠了 失眠第二天火就來了 脾氣又大 脾氣又大 所以很多他看起來 所以這種會造成家庭的一些不和睦 就是因為先生看你好像好好的一個人 到底怎麼了 脾氣這麼大 其實他內部都在疼痛 沒錯 那這個痛是說不出來的苦 而且通常沒有一個這樣子的概念的話 很容易造成我們有一個錯誤的觀念 像我們腰椎內線很容易造成一些 胃食道逆流 脹氣或是一些腸胃的脂壁 但我們不知道是脊椎造成的 於是我們就會一直不斷的 不斷的在吃胃藥 是真的 所以呢 改鞋規證專家 有沒有什麼運動可以幫助我們 運動 對 有沒有什麼動作 姿勢是可以告訴我們觀眾的 像一般大部分的人 他會有駝背的現象 可能就是因為 像他手臂前進 往前 所以我們要做的 可以做 比如說放鬆我們的胸大肌 是 所以一手可以摸頸部後面 一手對側手就直接來按壓放鬆 直接捏 捏緊我們的胸大肌 對 讓胸大肌放鬆的話 我們的整個肩膀 他的 往前的角度就會改變 這一個對婦女同胞很有用 為什麼 我們的一些乳癌的問題 其實就是因為 鬱悶 對 就是縮著 其實這一個放鬆姿勢 真的對婦女同胞 要常常做 多多做 想到就做 然後做一邊之後 再換另外一邊 再換另一邊 好 其實這樣按摩你會覺得 肌肉有得到一些放鬆了之後 會很舒服對不對 對 那還有沒有一些腰椎的一些 不是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什麼樣的運動 可以 或是一些什麼姿勢 比如說搬重物的時候 搬重物這個姿勢 是不是可以 再提醒觀眾朋友 是 我們常常 腰一彎 就搬了 或是就拿了東西 取了東西 應該正確的姿態是什麼樣子 正確的姿勢的話 比如說我們搬東西 是要蹲下去搬起來 而不是彎腰 再來就是說很多人 他的腰會有痠痛 除了早上起床的姿勢不正確 對 很多人可能聽到 起床是怎麼起來的 手機鬧鐘一響 就直接這樣做起來 仰臥起床的方式起來 一定會傷到腰 這種是傷腰的起床方式 對 OK 那怎麼樣來起床 正確的起床姿勢 一定要側睡 做起來 好 所以要分階段就對了 要分階段 不能一次到位 對 真的要奉勸觀眾朋友 從年輕就開始養成吧 要保養自己 年輕我們是軟Q的啦 我們的姿勢 我們的肌肉力量都夠 可是你等到中壯年的時候 就開始退化了一些 等到老年人這樣子 他根本起不來 所以老年人反而他會注意到 起床的這個姿勢 起床姿勢 對不對 那我們奉勸 不管什麼年齡層 其實都應該要 從小開始就要這樣子做 先側一邊 然後呢 再起床 好 那還有沒有其他一些 比較重要的一些姿勢 可以再提醒觀眾朋友 其實我們要知道 當我們躺著 站著跟坐著的時候 其實讓我們脊椎壓力最大的是 坐姿 所以坐姿的一個高度 做一個調整 還有怎麼做 一定要調整 剛剛我們的改邪貴政專家 都有提到了 一定要時時刻刻的提醒自己 是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專家 謝謝 謝謝 一旦你發現你的脊椎有任何的不適 你應當盡早的去醫院 檢查 治療 還有好的姿勢 多運動 才是延長我們脊椎的壽命 不二法門 謝謝你的收看 健康新智祝您健康平安 我們下次再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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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